R1SE这个团已经出到一个月 但除了拍摄杂志以外 其余时间都是封闭练习舞蹈的状态 没有舞台看什么呢 不要着急 R1SE最新行程有小惊喜的哦 先前R1SE观博晒出了成员这周的行程 成员11人中最最忙碌的莫过于周震南 他们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周末 周震南在12号的时候有一个品牌活动 毕竟是第一位拿到个人代言的成员 周震南后几天会忙的停不下来 周震南参加完12号的活动以后 13号要和姚琛张严琪一起回重庆参加造月节 虽然南南在成都长大 但他的出生地是重庆 所以此方也算是回老家了 最激动的应该是姚琛和张严琪吧 成团后回家乡 他们的家人说不定也会露面 见证儿子的成长 R1SE有公开活动的就只有周震南 姚琛和张严琪 那么其他人在家里闲着抠脚吗 当然不是了 他们想要做不一样的男团 嘴上说定然是不够的 日程中有一项节目录制的安排 所以R1SE终于有舞台了吗 确实是这样的 不怪博虽然没有写节目录制的具体内容 但已经有网友得到消息 R1SE将要录制的节目是合唱吧 三把 这个综艺已经准备了一个月的时间 想必过不了多久就会官宣开机 那小伙看你期待R1SE的舞台吗 欢迎在评论区一起聊一聊